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您准备好了吗 今天的节目现场邀请到五熊姐 五律师 我们主要是要来跟观众朋友探讨一下 即将在11月3号要被公投表决的一些提案 特别是在加州这个地区的 那么所以首先我们先跟五律师谈一下 就是说11月3号其实不只是投总统 也还要投很多地方的公职人员的缺职位 还有更重要是他有很多提案 公投提案也要在11月3号来决定 他是生或是死 那么总共有12项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就不浪费时间 赶快进入正题 我们先从14号提案来讲 这个14号提案 它是要为干细胞的研究提供更多的资金 多少资金呢 55亿美元 我个人不是很赞成这个法案 对 因为在那个过去16年 它这个政府已经用债券的形式 已经筹了有30个亿那么多的钱 来所谓的给他们来做这个干细胞的这个研究了 那到现在也没什么结果 当然了这个科学研究嘛 这个东西是需要点时间 需要点钱 这个都可以理解 但问题是我们看现在来说 我们现在这个经济非常不好 对吧 要服输因为这个新冠的事情 那你可能会想拿更多的钱去做一些 怎么样来刺激这个经济的事情 那干细胞这种东西 它可以放一放 缓一缓 当然还有一些人说 那干嘛呢 就拿这个钱去研究干细胞呢 那现在新冠了 拿这个钱去研究新冠吧 或者拿 哪怕这个研究感冒啊 或者别人 癌症啊什么东西都好 但为什么又不去研究呢 而且这个钱呢 基本上都是拿去像 给加州的一些大学来做这种研究 好像也不是说 其他的人好像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所以基本上 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可能比较多的人说 不太赞成这个事 那有些人他是觉得说 我们2016年已经投过这样子的提案 然后也通过了 所以我们大税人缴了30亿的研究资金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 2016年通过之后的那个30亿研究资金 交出去之后 有得到什么结果吗 没有嘛 就是没有嘛 对 所以已经花了那么多钱了 然后呢 还是现在说 还要再花55个亿 当然这个还就是说出政府的债券嘛 政府贷债券的话 最后还是那个纳数人来买单嘛 OK 所以你要投注任何这个科学研究之前 我们也不能说没有 看不到镜头的这样子花 因为如果他没有什么具体成果的话 那么你继续投下去到底要投多久 其实2016年的时候很多人投赞成 不要包括我自己 因为我觉得科学医学研究 照顾你跟我嘛 大家都都有好处 可是我觉得比较让我这次可能 对这个提案会有犹豫的就是 你要这样没完没了 要再投注多少钱下去 会不会四年之后 两年之后 对啊 对啊 又一个什么50亿 很有可能啊 很有可能 对 好 了解 那再来看看第15号提案 就是增加商业的房产税 听起来好像乍听之下 跟我这种没有商业房产的人 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其实不是嘛 对不对 对 他是这样子的 他说的是说 你的价值超出了300万以上的商业 或者工业的这个房地产的话 才要交 那实际上像这些可很容易的 尤其像像比如说我们加州 都花很多地方 尤其是像Bay Area 动不动你一两个物业的话 可能的价值会超过这个 那像一些shopping mall 这些更不用说了 购物中心现在肯定的 那都是可能几个亿的 这一个东西 那他们这些的话 要增加的他的地产税 那什么增加法呢 就是说现在来说 就是说不管你是商业的 工业的什么用地或者住宅 对不对 他都按照你原来买的时候的 那个钱来算你的这个地产税 对 乘以他的税率这样子 那现在这个呢 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东西超过300万的话 就要按现在的市价来算 同样的税率的时候 现在的市价那肯定是比原来的时候高 对啊 比如这个东西可能10年 50年前买的 那这个价值可能已经翻了一倍 或者两倍三倍 那一下子这个地产税就多了很多 那这个业主的话地产税多了怎么办呢 对他要去交这个地产税啊 否则的话不是还欠地产税 可能这个物业还要被人来拍卖嘛 他为了避免这个拍卖 那肯定要加租嘛 对不对 增加租金 那就是在做生意的这些店啊什么 那租金增加了 我成本高了 他是不是要卖的东西 价钱也得要提高啊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等于 其实最后消费者 你会发现 原来买的东西的话 现在价钱更高了 因为这个店铺那里面的出金高了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 就变得就是说 对这个经济非常不好 对不对 你看可能还有一些说 那我要多交了地产税 再加上我们等会会说到的 有时候还要 还要有租金的限制什么的 那这个东西关系下 可能很多人 都不想再去做这个行业了 也不想去 去拥有一些投资的物业什么的了 在做生意的人 他也可能负担更重了 或者他撑不下去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的话 都是对经济来说 真的是我们在继续要 需要怎么样来恢复 这个经济的情况下 然后但是这个东西的话 真的是非常的阻碍 这个经济的发展 那如果这个商业房产持有人 他的就是在那边做生意的人 他的这个商业的房产 就是他自己本身是持有人的话 他也还是要 如果这个公投案通过的话 他要提高他的这个物业税了 对啊 主要你这个物业的价值 是300万 而且他300万 是用现在的价钱来算的 OK 可能你原来买了之后 可能只有100万 对吧 那按照现在的法律来说 那就按照100万来算就好了 你现在已经涨到300万了 那就按300万来给你算了 一下子你的地产税 就付成三倍了 所以不管你是租的 还是直接持有这个商业房地产的 你都可能 都会受到影响 受到严重的影响 那么 那你觉得像这样子法案通过的话 未来会不会增加房屋的房产税啊 我这个不知道 虽然这个法律现在没有包括住宅 那至于会不会将来再说 对 比如如果今天这个通过了 将来会员又提出来说 公平起见 我商业的要 那你住宅的是不是也要加 有可能 对啊 哦 OK 所以真的 投工 就开个缺头 太重要了 开个缺头了 好 然后第16号是很多华人观众朋友 非常非常在意的提案 那也是我们武律师研究很久的一个投案 公投案 那可我们详细的解说一下好吗 对这个16号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 他要恢复这个平权法案 就是这意思 那为什么说恢复呢 那是因为我们现在 就有一个209的一个法案呢 就是说废除了这个平权法案 那个平权法案本身其实是不平等的 OK 是废除了一个不平等的东西 那应该来说 现在的这是好的 先看看我们现在来说 因为废除了这个东西 现在其实各方面都有 少数族语啊 什么各方面在学校啊 什么各种工作 什么他们其实都有份 当然有一些族语多 有些少 那多的是谁啊 能者居之嘛 对吧 能力好的 对不对 那你呢 或者他比如说 政府的一些项目啊 投的一些工作 他的你呢 价钱好的 那就得到 那还是每一样都有啊 所以的话他现在呢 就是说 嗯 他要这个法案 所以让大家来投说啊 我们不要 不要那个 那个 废除了那个 我们还回到一个 一个其实就按照 按照这个种族肤色 和这个性别 来 来 来 得到一些 到比如大学 州立的大学里面的 这个 可以入学 或者呢 政府的一些的工作 职位 还有呢 就是说政府的一些的合同 所以这个 这个是倒退了 回到三四十年前 OK 而且倒退到一个 说真的不公平 的一个 一个 种情况 所以的话 应该 在我们华人来说 应该不会太多人 会支持这个东西 因为它主要 去影响到很多的 小孩子上学 主要对我们华人来说 上学的话 你就算你的分数 跟一些什么 非语的 非洲语的 或者墨西哥语的 人同样的分数的话 你可能占不了 因为 他现在分下来的话 所有的亚裔里面 其实占了百分之十二 对不对 那现在 平平在学校来说 里面有百分之三十几 所以更 同样的分数 你得要分数更高了 才能读到这个 州立的 学校 包括就 UC系统的 或者那个 Cal State系统的 大学 但是 但是支持这个 十六号提案人 他们说 这个平权法 恢复的话 我们加州 才可以真正落实到 种族文化 多元化的一个环境 对 这个是有点无扯了 你现在也是多元化 也有 你到大学里面去看 对不对 里面什么 富士的人都有 对吧 你旁边坐的人 可能是黑人 或者墨西哥 或者哪里的 非洲来 都有 只是说它没那么多而已 那你要多多少 才合适呢 对不对 你不能说 你这边 对不对 这里面30%的亚裔 那我黑人也有30% 问题你的分数 没那么高嘛 你读书的东西 当然有一个竞争 人家的努力 对不对 都平常 像我们华语 很喜欢带小孩子 户外的 补学 上什么SAT的 什么课程 什么之类的 但是路白弄了吗 你弄分数 你弄到了 你可能没有机会 去读这个书 对不对 这很不公平 好 我们先进行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再请教 我就是更多有关于 即将在11月3号 决定他的走向 决定他的去留的 公投案的一些解释 广告后见 好 欢迎回到天天话题的法律节目现场 在今天我们邀请到吴兄姐 吴律师要来跟我们讲解 很多即将在11月3号要进行投票的公投案 事实上总共有12项 那么刚才上半场 吴律师跟我们解释到第16号提案 就是废除209恢复平权法 那么事实上这个提案呢 所谓的平权法呢 在美国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里面有一个黑人法官 他其实他虽然是黑人 但是他本身是反对平权法的 对 而且的话呢 美国最高法院也说了 那个平权所谓的平权法案 Affirmative Act是违反了美国的宪法的 因为他那个所叫就叫平权 那实际上他是种族歧视的一个东西 对 因为他要来所谓的平权 他说OK 只要你是这个主义的 你就应该有多少多少的份额啊 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个的话是其实是不公平的 所以现在 209法案废掉了他这个东西是好事 对 那就现在呢 他又想又回去这个东西 所以那么 加州这个赤宝称的一样的 有点对不对 反反复复的这个东西 所以的话一般的人 尤其是我们华人 对不对 如果说你不想你的小孩子 这样来读书读了很辛苦 读了一个成绩了 但是同样的成绩 还是进不了这个大学 或者的话呢 你到一个政府的一些合同 对不对 你同样的条件也拿不到 或者说你还有政府的一些职位 对吧 你同样的qualification 你也找不到这个工作的话 那你就投一个反对 反对他们要恢复到这个所谓的平权法案 那如果有些人觉得说 可是我想照顾比我弱势的族一啊 那么难道就是16号提案不是可以符合 想要照顾弱势主义的这些需要吗 你照顾它 你总得有一个标准嘛 对不对 那有些东西你照顾了 比如说你的大学 你照顾了说它成绩没那么好 你看它进去了 那它可能再读下去 可能也不会成绩太好 首先你会把整个 你这个学校的 这个学生的这个 整体的标准的话都拉下来了 而且的话将来对 如果长远一点 对人类的发展也是 因为你都培养出来的人不够顶尖嘛 对不对 人都学得不好 你让它进去了 它没有这个 它学习没那么好的人 它没有这种IQ没那么高 或者智慧没那么多的话 你让它读完也没有用啊 它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发明创造 对人类的发展将来是 长远来说会是一个倒退的 或者说这个发展不会那么快的 就是你能者居之嘛 你这个能读书 那你让它去读书 当时在说我们说 它学习成绩没那么好 我们也不说它一无是处 它可能在别的方面有好的表现嘛 那你就让它别的方面去做嘛 就这个意思 好 了解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再继续谈17号提案 17号提案是这个 假释者要获得投票权 这个假释者其实也还是犯人 在美国的法律不是规定说 犯人本来你一些权利就会被拿走吗 对啊 本来是这样子啦 否则的话 你有做错事犯的罪 跟别的人都一样 你总得有些惩罚 除了说你要去坐牢 对不对 给你一个机会回锅 或者什么样 的话那可能在政治上 也受到一点限制 对吧 或者说有些情况下 要罚你钱什么之类的 对吧 总得有些惩罚嘛 你不惩罚它的话 它就会继续做 对不对 那你想想嘛 就做完没效果的那个嘛 所以的话呢 让它没有一个投票权 这个就是对待惩罚的一种 OK 那现在是这样子的 应该是要保留它 那所谓这个假设的人 你说支持这个法案的人 他们你说 因为你现在的话 对一些所谓的守行为 probation的人的话 你也给他投票的权利 那这些假设的犯人的话 他应该也有一个权利 那这个是不对的 这两个不同的东西 你说这个probation的话 是什么 就一般犯了轻罪的人 很轻微的一些行为 OK 那包括比如说 去做一个工程 他没有license去做 没license行医 没license给人家做 和东西什么 这就是非法了 或者说 像我们有的时候 一个公司被suspend了 被吊销了 吊销了一个公司了 你还去打官司 或者这个律师 代表一个吊销了一个公司 你也算是非法 misdemeanor 这些其实没有太严重 不是对待惡辑的情况 那他就是说probation 有时候如果说你违反了 他就会说 给你守行为 就说你不用去坐牢 OK 有时候呢 可能有时候会罚点钱 罚的也不会超过一千块 或者呢 就叫你去做一些公共的服务 比如说服务委里面 捡垃圾 什么之类的 就OK了 像这些的话 很轻微的行为 那他就守行为 所以他就说 他们还是可以投票的 那你的假设的 罪犯的话不一样 假设犯是什么 都是重罪的 英文叫ferlony 都是重罪的人 就是都是坐牢的人 只是他没坐满 比如说他原来 判了他五年 他做了四年半的 还有半年 因为他表现好什么原因 或者监狱太拥挤了 就把他放出来了 他还有半年没满的呢 所以那个是假设出来 他那半年 还是算是他的刑期 所以的话呢 他刑期其实都还没有服满 那你就让他去投票 那不就像罪犯都 你知道支持这个提案的 那些人是 加州的民主党 还有美国自由公民联盟 以及选民联盟 他们的理由就是说 因为你要让他们尽早 重新融入社会 而且重新获得投票权 是可以融入社会的一种方式 大家有投票权就融入社会 那你融入社会太多东西了 对不对 关键就是说 因为你这个他投票的话 每个人他 多数的人他会根据他自己本身的利益 他自己的考虑来投的票 对不对 所以的话 他当然就相对于投一些票 可能说将来对这个刑法 刑事方面的轻一点 或者不构成犯罪之类的 这种东西这方面来投 对不对 那你不好 他应该受到一点惩罚的 你说你想投 那行 那你个星期过了以后再投 也不就不给他 他也不差那一点 对不对 从一开始不再你这个 他最应该要做的是什么 行星革命 对不对 找工作 OK 做好人 那是他要马上去做的 而不是我出来第一个 我要重新开始的话 就是要去投票 对不对 所以你觉得 五律师也是觉得重新投入社会 应该用行动 也就是找工作 纳税 来表示你要重新投入这个社会 那么18号提案则是说 也是投票有关系的 就是给一些17岁年轻人 初选的投票权 对对对 那我记得我们聊过这个投案 是啊 这个也是蛮confused的一个东西 那现在来说呢 不管你是初选 primary election 或者说中选 这就是我们11月3号的时候中选 之前其实那个初选是以前的事 的话都是得18岁成年人的时候 那这个就很好 对不对 大家就想着我18岁 OK我就有权力 我就投票了 因为我是成年人了 这叫做来说 18岁定程是adult OK 那他现在呢 就是说 一些人就是说 这样子 因为有中选有初选 但如果说我们就说 如果他初选的时候 够17岁就可以投了 为什么呢 那难道你是认为是这个初选 就没有中选那么重要吗 他不需要一个成年人 就是他自己都还没有治理能力 对不对 都还很在家里受到父母的影响 在学校受到老师和同学的影响的时候 他就去投这个票 就给他这个权力投了吗 对不对 所以你初选和中选都重要 如果选举来说 你是一个不同的时间而已 所以你应该 所以你都保留 你要想投票 对吧 这么大的一个东西 你要决定国家的或者州的这么一个 一些法律 一些政策的东西的话 那你得要是成年人 这不是成年人 你投什么票啊 对吧 就这个意思 都会很confused 而且医生人说 哎呀我到底是17岁头 还是18岁头来的啊 对 这会是个问题 是 不过我是觉得无所谓啦 因为觉得年轻人投票率 本来就很低啊 对对对对 当然这种没有太大的问题 都是一些政客 他想可能有某些党派 他觉得我更年轻的人 更多偏向我这个党派 我让他投票 好像我这样来多点票也 对消费者来说 没有 对大部分的人来说 可能影响不是太大 对 你讲的没错 因为这个提案的倡导者 就是加州的州务卿 他希望多一点年轻人 出来提案 出来投票 然后提案其实也是 民主党支持的比较多 这可以理解 因为很多年轻人 都是比较支持民主党嘛 所以如果多一点 年轻人出来投票的话 对民主党肯定是有利 好 那么剩下一点时间 我们赶快提一下 这个19号提案 就是地产税的规则要更改 那么他主要就是说 在针对55岁以上 或是因为自然灾害 失去房屋的业主 你再转让地产的 征收税的规定 这个法案会让 允许屋主将目前 他所征收的这个税款 转移到其他现有的物业 更昂贵的房产上三次 对对 他这个地产税 其实包括了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所谓的减税 或者说还是保持低的税率 另外一个可能会涨税 那这个法案来说 普遍来说应该是好的 为什么他这个是这样 作为所谓的减税 或者保持低税率那一块的话 他就针对三种人 对吧 一个就是说年龄大 五十五岁以上的 或者说他身体有残疾的 还有的话呢 就是说在这个 因为山火这种事情 吃气家园的那些人 他这个法案就是说 如果这些人的话呢 比如说年龄老的大的人 因为他现在的话 他税率就按照 他的那个买的时候的价钱嘛 所以他 比如像这些人 他可能三十年前 买了一个房子 对不对 那个房子 他可能买的时候是三十万 对不对 现在涨到一百万了 那他现在他如果他要去卖掉 重新买一个房子的话 他就按照新的税率来算 要多交很多地产税了 他就不卖了 对 所以他们是希望这个法案 我说 OK 如果他们这些年长的人的话 或者说身体残疾的人的话 他如果现在卖了这个房子的话呢 他可以按照他原来的低的税率来 那比如说那原来他按照 或者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可能的税率高点 有些地方不一样的 对吧 像低的地方有些人就是差的百分之一 但有些地方高的百分之二啊什么的 所以差很远 就是说他在高的税率 比如比较新开发的地方 通常的税率会比较高一点 的时候呢 他可以按照用他旧的税率 还是按照他的百分之一来收 就这样子 所以的话呢 随便他选 反正哪里低点呢 他这个这些人的话呢 他都可以按比较低点来 这个可能会刺激到 说他们 OK 他就不会担心因为地产税率的问题 而不搬或者是不卖房子 OK 那另外一个方面呢 这个提案呢 就是说原来的时候呢 有一些他继承的遗产的人 很多话呢 他把东西继承过来的时候呢 他一直都按照 就是他 他的 比如说是他祖父母啦 或者父亲呢 遗留下来的时候 按照他们的低的税率来 所以那些人的话 就算他把这个 其实物业房地产 继承过来的时候呢 还是可以按低的税率 一直都是低的税率 现在这条法案的话 就是说那些人 如果说你继承了这个东西以后 你在一年以内 除非你搬进去这个地方住了 作为你的住宅 否则的话呢 那你就要按新的 高的地产税率来 来付了 那这个的话 有点这个房子 有点劫富济贫的意思了 那这些人来说 应该还是可以接受得到的了 因为你就是一个天下 砸掉了一个大饼一样嘛 是遗产给你的而已 都你交点地税 就算哪怕 你从你父母是8% 你现在变爸爸 为什么呀 你多交了一点 但是你还是整个物业都拿到了 所以对他们来说 应该影响不算很大 但是他们就多交税了 来补了那些人 少交了 了解 以上就是今天 吴律师我们解析的 六项公投的提案 那么下礼拜 我们要再谈谈 另外六项的公投提案 请锁定时间收看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凤凤凤卫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